从今天早上发生地震以来 我所住的台北市大同区的16层高楼有明显的震感 包括台灯、挂丽、柜子都出现了比较剧烈的震荡 之后房间内又感受到大概4到5次的余震 据台湾媒体报道 这是1999年921大地震以来 台湾发生的最大规模的地震 我现在正在从台北车站赶往台北松山机场的路上 就我目前了解到的消息 陆路交通不论是公路还是铁路 想从台北前往花莲都有非常大的困难 一方面是陆路交通 速花公路段出现了大面积的坍塌 还有一些碎石滑落 公路段已经中断了一段时间 铁路段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 现在从台北搭铁路只能最远到基隆 再想往东部去到花东地区 列车出现了大面积的延档以及停开 我现在在前往丰山机场的路上 据这边航空公司告诉我 从台北到花莲目前的航班已经全部停开 大面积的乘客会选择从台北到台东 再从台东包车前往花莲 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